8月20日,香港7月望角示威中非法禁锢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。 三名被告均到堂庭审,依次为31岁男子黄子龙,23岁男子吴瑞哲和24岁女子苏伟善。 三人曾经怀疑一名女路人是警察,随即非法禁锢并非礼。 控方提出禁令申请,将从10月起禁止披露申诉人资料。 据悉,7月7日九龙区举行游行后,有示威者在望角非法集结。 女侍主案发当日在望角遭一名不知名女子上前质问在做什么,并想抢走她的手机单位成功。 期间,守被告出现,并射捉住其手脚,强行说她是便衣警察。 女侍主不断叫救命和挣扎,同时守被告射触碰女侍主乳房,下体也紧贴其臀部一段时间。 数分钟后,次被告及第三被告出现并加入,射捉住她的手不让她离开,最后她几斤挣扎才离开现场。 女侍主前额手脚及前臂均有多处瘀伤,且在事后证明并不是警察。 三名被告已于7月中保释。 三名被告被控一项非法禁锢罪,控方称,三名被告于2019年7月7日在香港九龙旺角山东街与西阳菜街交界非法禁锢一名女子。 此外,首被告黄子龙被控一项非礼罪,她于同日在旺角山东街和西阳菜街交界非礼女侍主。 当日,控方称,基于控罪性质及案件背景,为保障公众及申诉人的利益,特别向法庭申请禁令。 禁止传媒及报章等发布或报道,足以披露申诉人身份的资料,包括申诉人的姓名、出身日期、住址及职业。 三名被告均对禁令申请表示反对,法官表示,此前对控方申请禁令不知情。 排期于10月3日开庭听取禁令申请的辩论,并将案件进一步押后至11月7日再讯。 作为香港知名中学英华女学校教师的苏伟善,在案发后被香港多个市民团体谴责。 新年代,守护深深学子群组等团体,表示苏伟善作为女教师,宣传暴力仇恨思想,误导学生,建议教育局开除此人。 sole吃,同居客带。 旅行业已成为环境。 身旅然是我们的生日期待。 在学生文、心长、请许佛善作为被设问题。 许佛善作为逆运艺的我是魔性,